曾经传出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将要合并的消息 整个网络就像是把一只小青蛙扔进开水一样 纷纷表示 两大巨头不做人了 爷的青春结束了 再也不能像曾经那样 杠百事可乐好喝 可口可乐美味了 表面上 大家对肥宅快乐水两大巨头的结合十分兴奋 实际上更多的人是不愿看见他们真的在一块的 看俩巨头打擂台才是最快乐的 真合并了就没热闹可看了 同样是肥宅快乐水 即使配方有些许差异 但两位各有各的高贵 都认为对方是高攀自己 合并是不可能合并的 这门亲事是不可能成的 看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互掐一百多年 剧情可谓精彩异常 另外也有两家企业上演百年恩怨 同样的市场差不多的配方 通过广告词宣战 用价格战的方式侵占市场份额 却搞得大家都没法愉快的割消费者的韭菜 这两位就是宝洁和联合丽华 之前有介绍过宝洁与联合丽华两家日化巨头 今天我们重点讲两家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竞争 当然用互家来形容他们更为精准 宝洁成立于1837年 做肥皂起家 联合丽华前身为丽华公司 从人造黄油改到做肥皂 1929年联合丽华正式成立 自此两家的百年互私之旅正式展开 如火如荼的在他们旗下的各个领域大打出手 宝洁和联合丽华在改革开放后进入中国 为中国当时贫瘠的洗护行业带来许多新鲜产品 这两家在中国市场投放的广告 也成功洗脑了无数中国消费者 宝洁旗下海菲斯的电视广告更是引领一个时代 开创一代广告模板 可以说在电商没有崛起的时期 宝洁和联合丽华代表了中国日化行业 虽然两家巨头不比曾经 但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洗发水行业的高利润足以让日化公司杀红眼 宝洁和联合丽华也不例外 1988年宝洁第一次进入中国 他们选择用海菲斯拓展还是一片荒芜的中国洗发水市场 而他的老伙计联合丽华则是第二次进入中国市场 继续卖他家祖传的历史肥皂 海菲斯通过剧情电视广告 吸引住了无数美丽意识正在觉醒的中国人 头蟹去无踪 秀发更出众的广告词 更是洗脑了无数青年人 提到头皮蟹 就会想到海菲斯洗发水 在海菲斯支配的恐怖下 联合丽华想要轻松突出重围的可能性 几乎为零 所以他决定等待机会 百亿市场怎会容许一家独大 2007年 中国保健协会发出 中国居民头皮健康状况调查报告 去蟹洗发水真正的效用 受到了无数中国人怀疑 大家对于记忆中的硬货海菲斯 抱有了很深的疑虑 海菲斯的信任壁垒 逐渐被消费者自己打破 联合丽华十年磨一剑 青阳出鞘 水雨争风 专为中国人研制的去蟹产品 终于来了 如果有人一次次对你撒谎 你绝对会甩了他 对吗 犀利的小S 在青阳的广告中说出这句台词 直指身处质疑风波中的海菲斯 就这样顺利打入中国洗发水市场 冲击海菲斯 当然 保健的回击相当迂回 因因因向消费者承认错误 是不可能的 他们请了因色界而名声大作的 梁朝伟回来再做宣传 树立了坚定持久的正面形象 当然 联合立华和保健斗法都斗了一百年 侵占百亿市场份额的大战 当然不会只是这简简单单的一来一回 联合立华旗下的庞氏 便请了色界的女主角汤维做代言 打算冲进中高端护肤品市场 不论结果的话 他们相爱相杀的样子真好看 如此看来 这场声势浩大的广告战最大的赢家 就是李安和他的电影色界了 两大日化巨头为电影联合宣传 当然 只是用广告的方式回击对方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海菲斯开始疯狂减价 加量不加价 买400毫升赠送200毫升 打算用600毫升的海菲斯洗发水 再买消费者的贪婪 让他们暂时只能使用海菲斯这一种洗发水 忘记青阳带来的强大刺激 毕竟在快销品行业里 大多数消费者才是真正的海王 快销品也不介意做一回渣女 偶尔迎合一下海王们的口味 价格美丽才能守住更多的消费者 在赚钱这件事上 是站着赚钱还是跪着赚 都不丢人 更何况洗发水再减价 它还是在割消费者们的韭菜 青阳在2007年登陆中国市场后 表现卓越 但也未能撬动海菲斯的霸主地位 海菲斯又在2013年初 联手NBA做广告推广 争取进一步压迫洗发水市场 青阳决定改变策略 着重发展男士洗发水市场 为了获得中国男性的青睐 联合力华2010年签下C罗 又于2013年拿下与夺得亚冠的 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达成合作 顺手还达成了 与几个主流体育媒体平台的广告位 一顿操作猛如虎 青阳正是在洗发水行业 站住了脚跟 不甘寂寞的保洁如法炮制 2014年 梅西成为海菲斯代言人 海菲斯后来又从青阳手里 抢到了腾讯NBA直播的广告位 广告方面的竞争十分激烈 市场份额的竞争也十分紧张 宝洁在2014年进行品牌瘦身 洗发水市场跌出五成 但联合力华通过一系列努力 从10%扩张到50% 你看这块销品市场它又圆又大 但这其中的每一点变化 都是一个企业 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努力的成果 这里需要将联合力华和宝洁 对于品牌的态度进行比较 两家都是多品牌战略公司的典范 但对待品牌的态度却不尽相同 宝洁倾向于大品牌战略 关系营销的实践者 乐于开发新产品 优化产品组合 宝洁打造了海菲斯的去蟹 飘柔的顺滑 潘亭的滋养 所有品牌都能逐一包容进 洗发水行业的重点概念 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现有的品牌管理 宝洁品牌较富的雅称 实至名归 为与联合力华的百年竞争 打下坚实基础 宝洁旗下品牌的广告 更是引领一个时代 使得无数中国广告竞相模仿 有着这样的坚实基础 从中国市场乃至世界市场 宝洁总能力压联合力华一筹 相较于宝洁 联合力华因为本土化战略 背上了很多称号 品牌瘦身专家 民族品牌杀手 全方位本土化 加上集中化战略 联合力华旗下并购或经营的品牌 会根据其有无吸引力 规模潜力 来决定是否要对该品牌 进行瘦身计划 早年 中华牙膏与联合力华合资 却遭到血藏 联合力华重点推出的 杰诺牙膏市场反应不佳 联合力华只好重新启用中华牙膏 杰诺的品牌虽被保留了下来 但市场推广和通路建设 费用建设被彻底拿掉 杰诺也逐渐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中 留下有潜力有利润的 抛却无法盈利没有价值的品牌 跨国企业的傲慢体现得淋漓尽致 本土化集中化 再配合联合力华持续创新战略 使联合力华有实力 稳住自己日化巨头的地位 也让它拥有跟保洁打百年擂台的基础 事实上 在美丽这件事上 还会有很多带开发的概念 洗发水行业也不例外 早在1994年 中国奥尼公司就推出了 植物成分洗发水 而1996年 奥尼推出了 河首屋洗发录 请四大天王之一的刘德华做广告 一句 黑头发中国心 激发了无数中国人 传承千年的黑发审美 同时 还戳中了中国人 对于中药的尊崇精神 让人们认为 添加植物成分的洗发水 优于传统 一时间 奥尼 风头无二 20世纪90年代 只要带上植物成分 中药草本自演的洗护产品 几乎都能大卖 请发哥做广告代言的百年润发 同样也是做植物成分洗发水 在1999年 市场占有率 仅次于宝洁旗下的飘柔 排在第二 对于在日化行业 持成百年的宝洁和联合丽华 两位巨头 根本不会放过这样的优秀概念 联合丽华用一招 夏世联黑芝麻洗发水 打开植物成分概念的大门 利用电视广告的一波输出 再次赢得了中国消费者的欢迎 占领了10%的洗发水市场份额 迫使宝洁连连打出 润盐和伊卡路来招架 但还是让联合丽华显胜一波 后来 伊卡路的草本精华洗发水 成分出现问题 润盐的黑发概念 没能及时抓住市场 而夏世联的黑芝麻洗发水 改变了植物黑发的初心 于2017年的市场份额 跌破0.5% 两家的植物成分竞争 才算告一段落 两家日化巨头的护掐 不止在洗发水行业 洗衣粉肥皂的市场 也是两家竞争的领域 都是做肥皂起家的两大巨头 在中国各有各的杰出品牌 联合丽华旗下的丽氏 以滋润为特点 保洁旗下的舒服家 以除菌而闻名 丽氏早在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进入中国市场 1986年重回故地 但1992年才进入中国的舒服家 却牢牢抓住了 中国消费者的芳心 联合丽华不甘于此 他们家的多酚 在国外占据40%的市场份额 但在国内却没有激起浪花 联合丽华决定 派出旗下的抗菌肥皂 魏宝进入中国 2014年 进入中国的魏宝 却没有达到联合丽华想要的效果 雪上加霜的是 2014年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文称 三氯卡斑存在健康风险 而舒服家和魏宝的 异菌肥皂 都含有这种化学物质 对刚进入市场的魏宝 近乎是毁灭性打击 魏宝积极寻找 三氯卡斑替代品的同时 舒服家就换成了 自家研制的迪宝夫家 换了核心成分 舒服家成为了 家喻户晓的抗菌肥皂 魏宝肥皂好如浮游汗术 舒服家干不倒 可不是一句玩笑话 1993年 宝洁旗下的太子洗衣粉 和联合丽华的奥妙洗衣粉 同一年进入中国市场 时间相仿 功能相仿 定价相仿 这次还是宝洁 先押联合丽华一头 1999年 联合丽华高喊一声 我不做人了 给奥妙洗衣粉降价 30%至40% 近乎是宝洁同类型价格的一半 很快 奥妙冲到了市场占有率第一 宝洁在2001年 才做出了价格调整 没多久 国产洗衣粉的时代到来 地头蛇重新压倒过江龙 奥妙曾经的价格战 在此刻再无卵用 你可能要问一句 像他们这样 一直打擂台降价 不是自断后路吗 大家已经被社会 毒打很多年 这样的事情 应该很快就能反映过来 两家都是多品牌战略的优秀典范 一个品牌的产品定价降低 就可以引入新的高大上品牌 加高定价 从此消费升级 大家买的不仅是产品 还有产品背后的文化 还有精致的生活气息 还有特立独行的高贵气质 快销品也能卖出产品溢价 进入消费主义的时代 概念狂魔们纷纷觉醒 又大又好看的镰刀们 正在逼近消费者 管它是金镰刀还是银镰刀 搁起来我们都是一样的痛 随着电商崛起和网红带货的双面夹击 宝洁和联合丽华两大日化巨头的日子 也不是很好过 利润下滑已经是板上钉钉 纵使两家公司加大业大 但都来不了坐吃山空 宝洁近些年来的主要利润来源 并非经营了百年的传统洗护产品 相反化妆品类的SK2和Olay 成为宝洁的利润先锋 开公司又不是做慈善 资本的高光一定要处处体现 并购卖出品牌不过是权宜之计 谁能成为消费者的芳心纵火犯 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看过了风起云涌的消费主义时代 资本家们都能认识到 商品高昂的智商税 才是打开新时代财富大门的密钥 天下西攘皆为利来 没有永远的对手 只有永远的利益 真觉得两家日化寡头 在广告上都烧红了眼 永远不能合作吗 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2011年 两位寡头因合作操纵洗衣粉价格 被欧盟反垄断机构重罚 累计3.2亿欧元的罚单 是两位寡头独享的时刻 有福能同享 有难能共罚 这才是资本的魔幻之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